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案件是保释之中 而在保释的期间 是再干犯今天所提供的新案件 所以拒绝它的保释 我们对于这个法庭的决定是非常违陷 我们会尽快去到高院申请高院的保释 控方目无法己去挑战法治 其实今次新控告快必的绝大部分罪行 都是发表线道文字 这些都是以言入罪的 警方说它由3月到8月期间有29次街站 今次新控它这几条发表线道文字罪 是针对3月和7月几次的街站 如果这个是罪的话 为什么警方 其实警方每一次都有去招呼 发表这些街站 为什么警方不即时去提出 甚至即时作出检控呢 这一条发表煽动文字罪 是一条殖民地时代的恶法 过去这也很少被引用来检控的 因为这个是直接和基本法人权法 下集完 2 ..現在五 Ubay 4 ...7 ...8 ...1 8 ...5 U 3 2...3 ...5